熊安 这个被誉为千年大忌 国家大势的心虚 在中央全力以赴的建设下 熊安凝聚着全国的先进科地地 将成为让人期待的未来之城 未来之城应该是什么样的 今天很多只能停留在人们想象中的未来产品 如自动驾驶汽车 自动感应行人的交通信号等 机器人都将在这个城市里成为可能 比如电影《机器人往列列》 机器人承担了所有服务性工作 城市出行被规划好 再也不会堵车等等 在未来之城里 我们的资源不会被浪费 垃圾可以被重新制作成有用的东西 自然不会被污染 每个人都安居乐业 是可以坐着黑豹里的飞行列车出行 或是可以看到变形金刚里 无人驾驶的晴天柱 或者大黄蜂呼啸而过 还是像机器人总动员中那样 生活中充满着各种各样高科技的机器人 雄安这个授权国乃至全世界目光瞩目的未来之城能做到吗 事实上雄安正在一步步实现中 最近就有市民在雄安拍到了一项黑科技菜鸟无人车 据了解雄安新区市民服务中心 从6月初开始已全面投入使用 也就意味着这个车将在24.24万平方米的市民服务中心运输包裹 这个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工作的无人车 名为菜鸟小 此前也在其他地方工作过 它结合了无人驾驶和视觉识别等先进技术 不仅看得懂红绿灯 还会避让行人 甚至可以应对意外突发情况 比如怎么躲过那些不看信号灯突然窜出来的电动车 菜鸟小 最高时速可达到15公里每小时 今年年底前可以实现充一次电走100公里 设计载重100公斤 最多可以搭载200件小包裹 雄安市民中心地方大 建筑多 所以中心内部统一设立了菜鸟驿站 快递在被菜鸟驿站带收后 再被菜鸟无人车和快递员 分发到市民中心内的各处 除了菜鸟无人车 雄安处处都有黑科技 比如考古用无人机和RTK载波枪为差分技术 修路当天铺完当天就能通车 无人超市无处不在 5G IPV6 智能感知芯片 智能传感器 区块链 钛赫资 认知计算 无数种黑科技在城市的每一角落 除了拥有无人车 雄安新区菜鸟驿站 利用技术 进行快件派送的资源整合也备受关注 在雄安新区的菜鸟驿站中 所有的快递都可以在相应快递公司对接的情况下 由菜鸟驿站代收 再由菜鸟驿站代为在服务中心内派送 备受关注的无人车 自然承担一部分派送任务了 菜鸟无人车的定位在于末端配送 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满足最后一公里派送的各类需求 从菜鸟巧合 刷脸取见贵到今天的菜鸟无人车 菜鸟物流不断优化 末端无人配送方案 通过科技技术来促进整个行业的提升 促进消费者体验的升级 以后的雄安 会是一个处处高科技的创新之城 我们期待着看到那一场景 我们期待会计划